一个月前本台和一些海外中文媒体曝光了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窃听胡锦涛和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丑闻 近几天西方媒体和其他中文媒体也大量报道薄熙来窃听门事件 并且认为窃听门是造成薄熙来倒台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共不公开薄熙来窃听的违规行为 中共高层对薄熙来的处理 为什么至今还局限在他的妻子谷开来杀人等边缘琐事上 没有在政治上对薄熙来提出批评 给薄熙来应该定什么罪 让我们来看看专家们的分析 纽约时报4月26号的调查报道 指重庆官员操作窃听网秘密监视中南海高层 去年8月他们在锁定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一通电话时 遭到察觉十多个跟共产党有关的消息人士 证实了这些事情 不过中共还没有把这一点作为薄熙来的罪状公开 法学家云红斌和时事评论家武凡认为 共产党不会把窃听门公开出来 共产党本身实行的就是黑手党统治 共产党对所有的公民的窃听都是非法的 所以薄熙来窃听胡锦涛和胡锦涛窃听其他公民的 全部是非法的 共产党的法本身就是一个专制制法 共产党内部的互相窃听啊 本来就是一个经常发生的现象 当年杨尚昆因为窃听毛泽东谈话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很大的整肃 重庆薄熙来做什么 胡锦涛要做什么 要那个干部怎么监视他 这些都是他们共产党内部的机密 他不会公布的 因为你把它公布了以后 会扯出很多更多的问题来 那个共产党内部啊 那就没完没了的丑事啊 脏事啊都会掀出来 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 说你违规你不应该来监听我 你没有这个权利来监听我 只有我监听你而不能你来监听我 所以现在变得倒过来 这个胡锦涛呢 从一开始就防着他 目前很多媒体都认为 窃听门是薄熙来倒台的原因 不过武凡认为 窃听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 虽然是犯上 但对薄熙来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武凡说 用违规为计处理薄熙来 不足以给薄熙来盖官定论 要在军队里找到薄熙来犯上作乱的证据 才好给他定罪 从不断地放出来的消息 第一个就犯上作乱 要把习近平打倒 这是最大的 并且这一点美国人也提供了证据 有王立军提供出来的 可以定案 但是你要有更多的证据 第二个就是推动毛泽弈的路线 第三个是在违规为计 在贪污腐败 最后要定大罪的话 我们贪污腐败 对老百许家能够接受了 有学者认为薄熙来监听胡锦涛电话 这一类报道的出现 是因为国际媒体对中共电话 真听纪律的不了解 报道说负责窃听的是中央保密局 但即便薄熙来的上司周永康 也没有窃听中共高层的权力和手段 前中共情报官员李凤志说 中央保密局不负责监听 保密系统呢 它是一个管理机构 它基本不办案子 也没什么手段 它好像是一个文职的一个机构 它本身没有监听的队伍 第一个公安 第二是公安 基本值得两家吧 它可以把一些就是工作用的 借听的手段和就是一些手法 用到这上面 只要它找到合适的人 它能信任的人 是很容易能办到 全球自由信息运动创办人 电脑网络技术专家张新宇教授透露 王立军为了打击政敌和黑打 下功夫研究过窃听技术 还得到了些专利 王立军呢 关于欠听啊 这方面呢 全国也是顶级专家 不过现在旁边有这样一个王立军 当然他不是他一个人了 这些专家的话 他如果说他决定要 欠听那个吴景涛的电话的话 我从专业的角度来讲 不会很难的 打黑以后弄了很多钱 他到国外买任何些东西 他都可以做到 日本主要报纸 独卖新闻星期四发表记者 加腾龙泽从北京发出的报道 介绍了窃听丑闻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脉络 并说中纪委26号逮捕了卷入此事的北京优电大学校长方冰兴 网友们称快 不过当天晚上方冰兴在微博辟谣 是这一期的 字幕在宝珍 我讲到